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繼續回來我們這個方塊方舟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催我把他做出來對不對 那我現在是先把我自己 全身上下先升級成的這個鐵套裝啦 雖然說感覺上好像 有啦有差別啦外觀上來說的話 所以看起來胸前啊還有這個側邊啊感覺就像鐵柵欄了有沒有 這個耳朵這邊也是一樣喔 整體來說的話他的防護性還算蠻高的 臉頰的部分至少都有被這個防護到 就跟之前的那個同套裝一樣喔那 防禦力的部分護甲是到了25低溫抗性-9我的天 低溫抗性 因為是金屬的關係嗎 跟大家說一下我升級到等級40啦那我後面當然都是 我基本上都在點抗性了 這個是抗性只要點上去的話 就說比較不會受到這個溫度的影響啊什麼的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好像在這遊戲裡面好像感覺都還好的樣子吧 那當然啦我這邊的話呢也已經是先把這個鐵劍弄出來了20個鐵錠 太困難了也不會說很困難我原本就有挖到了但是說還是真的消耗特別多 幸虧是不會有耐久度的問題喔再來還有鐵鎬以及這個鐵斧喔 終於是都已經把他給弄出來了所以我們應該呢就先去試一下好了 哇這個跑起來的感覺啦 抓著一把鐵劍 然後呢走起來好像很happy的樣子很快樂的樣子有沒有超級神奇的 所以我們來砍他一下好了 看來沒有辦法一下把他砍死那打我啊 打打我啊 打打我打我 啊你在追我又不打我 他在追我但是 他終於打我了 好像被打沒有 也是蠻嚴重的 不能說完全不嚴重啦但是 好像是有比桶好一點但是好像我覺得也沒有好到哪裡去啊 如果遇上迅猛龍的話大概也是差不多吧 欸為什麼砍不到他 看來這個劍呢真的是 呃 欸這個攻擊力好像還是有點低的感覺喔 這個總感覺未來這個近戰都不太能夠使用的 可能不光是近戰吧 可能連那個槍最好都不要亂用了因為我們最後呢當然還是騎著強一點的這個生物對不對 然後來稱霸天下就好了 那我們也許可以來試試看能不能來 砍死一隻淡水炭龜了是不是 可以啊反正我我我如果死掉了的話我就在我就在那邊重生就好啦 來 到底有沒有打到他都完全不知道有沒有 行不行啊我在砍他的頭耶 欸死了 但是大家看淡水炭龜的攻擊力 這也強太多了吧 我的血量已經掉了三分之一了耶 強太多了啦 我這樣子看起來我如果 真的遇上薛魔龍我真的還不一定能夠幹得掉他 我的天啊太誇張了一點 這個點多就是稍微能夠 互生一下而已喔 這個20個鐵錠我覺得說浪費的 沒什麼價值啊 那我今天想要嘗試一個東西 就是呢如果我記得沒有錯的話啦其實 有一些這個有一些這個生物呢你跳到他的背上對不對然後你是會被卡住啊什麼的喔 就是說你會在上面然後變成說在他的背上一直沒辦法著陸的像剛剛那樣子你會一直沒有辦法著陸喔 但是像三角龍這個的話呢 三角龍是可以在他的背上著陸的 呃 我得再多跑一下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也沒有也有了在這邊著陸了 所以成功的著陸之後呢 應該是如果他到處亂走的話我應該也可以跟著走吧我看到那邊有一隻那個三角龍了我知道了 所以我又多馴服了這麼一隻會飛的喔讓我們來飛一下吧 因為這個飛來探索還是比較方便一點嘛這邊是三角龍對不對 我們呢就從這一邊來試試看能不能就直接跳到他的背上去看一下喔 他會到處亂跑嗎跳 沒到 沒到 感覺有點蠢 好像這樣子要直接跳他的背上不是那麼容易喔 再跳 到了到了到了 看來沒問題耶 那再來就是看他移動的時候沒問題 他移動的話我也會跟著移動 所以如果我印象沒記錯的話風神翼龍 也是可以站在他的背上的 所以我如果說在我的翼龍背上對不對 飛到風神翼龍的背上我跳下去踩在風神翼龍的背上的時候呢 我應該就可以在風神翼龍的背上然後拿那個睡眠鍵射他腦門了 應該是這樣我應該可以一直站在他的背上的希望是如此 可是因為那個感覺是有點有點蠢的但是 可能還是可以試一下喔 為了這樣子呢我必須要先製作一個東西的就是這個 恐龍追蹤子彈嘛那我看一下我的材料呢 因為我 我這樣子的話可能就會拋棄掉我自己的這一隻翼龍嘛對不對 那要拋棄掉他我到最後可能要如果還想要把他找回來的話呢那就得用一個追蹤子彈了這樣子 啊追蹤子彈的話我得做一個 我之前那隻是掛掉了啦沒辦法了 現在又要再一次了把它給弄出來 所以我們只要拿出我們的這一個東西對不對然後要怎麼丟他身上我又有點忘記了沒關係我們隨便按一下 靠近以騎乘 有現在他 有啊有在他翅膀上就沒問題了那我就讓他呢稍微收一點這個生肉好了因為他真的是 他怎麼被卡在那個方塊裡面 他非常的消耗生肉說實在的 欸等一下這一個 我要打三下我要咬三下代表說我的鐵劍 攻擊力有比我自己這一隻翼龍還要強了有 這個還要打四下這一隻 所以我的鐵劍攻擊力已經高過我的翼龍攻擊力了 很好這隻翼龍你等級多少來著 等級62了對傷害呢要加一下對 負重加好了加負重就可以了 然後呢 這個 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辦法去找到風神翼龍 那再來就是還有就是有一塊地嗎我之前上場只只沾到一點邊而已喔就是黃金秘境那邊 上次只是沾到一點邊但是我有點忘了是在哪裡沾到的邊 我可能要再去把他給找出來這樣子 噢噢真糟糕我沒想到把他飛飛把他給飛累了我一直在看地圖喔 結果他要直接到水裡面去嗎別鬧了 他不會要死在水裡面吧 很有可能欸我覺得他會一直就一直像這樣撐要去到海底嗎不會 這裡是哪裡啊喔還好這邊是有那個的喔好險好險這邊是沼澤 所以這個水都比較淺一點這水看起來好清涼喔大家有沒有這麼覺得啊因為最近最近的天氣我真的覺得好熱喔 所以只要看到這種水感覺就是泡在裡面超級清涼的感覺 啊就是這裡了吧對不對我上次對應該是沒有記錯的 就是這個方向這邊有個黃金秘境在這邊嗎那我記得這邊呢是有 阿根廷巨嬰的樣子吧然後還有那個暴龍也在這邊對不對 呃不過我得待久一點他們才會出現喔那但是 我其實一直很想找的是風神翼龍啊風神翼龍出現的頻率也太低了吧 我說啊這真不會是一個秘境啊就是在北邊這麼超小一塊就是我 我們視線範圍之內能夠看到的 黃金秘境在我這一張地圖 就只有這麼一小塊而已 過去這一邊呢 這邊已經是那個地圖邊界了再也過不去了 所以非常的小一片然後 然後為什麼一個生物都不生出來的 喔開始出來開始出來所以那個像袋鼠一樣的也會出現嘛對不對 這個家我就是阿根廷巨嬰了吧 其實看起來是蠻帥的 那我的翼龍在這邊應該是直接被他們給直接會斬殺的吧我只是想要過來找一下這一個地方而已喔 然後在路上呢就看看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那個風神翼龍這樣子 那還要知道的就是這邊到底還會出現一些什麼樣的傢伙哇 那個是精靈龍嗎 那我累了 別鬧了 我這一隻累了可是 精靈龍會不會來打我啊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被動的還是主動的 看來他也許是被動的 然後阿根廷巨嬰原來只有五顆星啊我還以為阿根廷巨嬰可以高一點的 只有五顆星的話弄 起來應該也蠻簡單的吧 精靈龍看起來像是被動的不會主動來打我 還是說是因為我的翼龍他們本來就不會主動來打 我下來看一下好了 精靈龍 精靈龍 被動可馴服可以的被動的 喔結果風神翼龍就出現了 風神翼龍出現了風神翼龍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到底有沒有辦法成功的跳到他的背上呢 哇大家看 不過我現在也做不了他的安來 他現在是要幹嘛他現在不會是要著陸了吧 風神翼龍會 風神翼龍要著陸了 哇塞不是吧 欸風神翼龍被卡住了耶 是不是趁這個機會就行啊 趁這個機會啊 我們把他給卡在這個地方讓我的這一隻呢也卡在這裡對不對 我再跳下來 欸他的背上不能騎的嗎 不能騎他的背上 不過沒關係我們趁現在我們趁現在他居然被卡住了 先多插他幾下先多插他幾下 能插幾下插幾下因為他應該很難那個弄暈了才對 欸暈了他暈了 他居然就暈了可是他在這個地方暈不太妙 他在這裡暈這裡全都是很可怕的傢伙耶 行不行啊 至少這邊的人 人嗎 這邊的那些什麼生物應該是不會打他的才對 我們趁現在 趁現在打開打開 我們堪緊的先把什麼肉都先塞到他的這個背包裡面去 雖然說他可能是不怎麼吃生肉的啦但是 我沒辦法了好不好 他不怎麼吃熟肉的 這邊有更多的生肉可以給他吃 趕緊塞趕緊塞 不是你不是你 風神翼龍好大隻喔 感覺 好難點到他的樣子喔 風神翼龍居然把他給弄暈了 看來他把他弄暈也是很簡單的事情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先離開一下這裡好了以免這邊生太多怪對不對 那我就是過一段時間都得回來這邊看一下 還要看他的那個暈眩指數什麼的耶 哇好麻煩 這個一隻冰錐龍就夠我受的了 還把我給冰起來了有沒有 我先下來這邊 到底我能不能看得到他的狀態值啊現在 可以耶 好 訓養中可以的訓養中只是可能要訓很久 非常的久 幸虧他沒有完全的衝到這個洞裡面去喔 不然那麼黑我會個人會覺得更麻煩 這邊有一些那個冰原的狼喔我覺得 很難搞耶 因為冰原的狼我應該是還打不過的才對 我這隻小小翼龍的話 下面那隻風神翼龍我覺得 也許是時候下去餵一點什麼東西了但是 我行不行啊 下來看一下好了這個好驚險的感覺喔 那再來就是說 剛才測試沒有辦法成功的站在他的背上就感覺還蠻怪的 我記得 或者是說我可能站的位置不對喔是不是站到他的脖子那邊去了的樣子我剛才 那可能是要再往後面一點也許真的可以站的上去吧 現在先來看一下喔 他的昏迷已經掉了快要一半了耶其實 三分之一啦其實也還好 我感覺狀況好像不太對 我的那些昏迷藥劑好像不夠用啊 我得回來 我得回來這裡了 多採集一些了 說的也是喔我剛才其實應該是設法把三角龍給他弄進我的口袋裡面了才對 那現在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把三角龍丟出來 不過我還要隨身帶著三角龍的鞍 然後才有辦法來收集喔 我不知道我的身上 這樣子的重量夠不夠就是了 我的 總在重還有還有考慮他的總在重耶 喔我的天居然有三隻冰原狼在那邊 喔我的天 我的天 冰原狼應該不敢跳下去咬風神翼龍吧 可是我如果人在那邊的話大概就完蛋了 真糟糕沒想到會出三隻那個傢伙在那邊喔 喔然後這邊有巨猿 這個有一個身上在滴著血的巨猿 喔 所以那個狼又去跟那個巨猿打起來 哇巨猿被解決了 喔所以這三 這三匹狼真的不能 哇不能去死了耶 Oh my god 風神翼龍 欸成功了 我成功訓養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他會跟著我是沒錯啦但是他會不會跟著我一起飛上來呢 喔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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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這樣子就對了 這樣子就對了大家看喔風神翼龍 不過等級只有6啦等級6很不錯了好不好 但問題是我現在還無法騎乘他就對了啦 但是我看一下喔好像我記得沒錯的話應該是在等級多少60吧 欸60沒有錯了60才有風神翼龍的案可以做 然後我現在個人等級呢只有40吧對不對我才剛進入這個鐵器時代喔對等級40 呃我的風神翼龍 等級你會 我的翼龍已經到了60等了啊那他能不能把一些等級先給我一下 那麼接下來的話呢 我想要先試試看喔因為我現在雖然無法騎乘他是沒有錯 但是應該可以叫他去攻擊吧對不對 他會像這樣一直跟著我啊對不對 現在是大隻的跟著小隻的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能力做他的案所以只好讓他跟著小隻的這種感覺還蠻怪的有沒有 我雖然成功了 我這算是一個 越級馴服的一個怪嗎越級了 對喔他剛剛是說他是七顆星的是不是看一下 欸好像已經看不到了 但我記得好像是七顆星的對吧 所以說 我們看看 就讓他打這個吧這個很好打的對不對 我看看能不能指使他呢去打那個傢伙 去吧 可以嗎他飛過去了他要飛過去了嗎 打打那傢伙 打那傢伙我在吹口哨 有了有了他去了 哇他直接下去 雖然我只要他打劍心象而已可是他連那個旁邊的兔子都一起打死了 哇喔 攻擊範圍也是蠻廣的 這樣看來的話我現在還不太敢叫他就是 去打那個會很靠近三角龍 我不太知道他會不會被三角龍給解決掉 行不行啊他 我現在想要看看的是他的這個能力值喔 我的據點在這裡 所以我們先下來看一下風神翼龍的能力值到底如何 但是他這個直接大隻壓小隻直接壓在了我的這個 翼龍身上我看 終於可以開起來了 所以這邊一看的話呢這個先拿回來一下下喔然後 生命值有4300耶 4300的生命值但是他傷害真的沒加多少 可是負重可以到1200耶 但是這樣看起來的話他未來如果說有升級我大概都加傷害就好 因為負重應該已經很夠用了 生命值我覺得 我不是很清楚耶 4300嘛 這個只是他的零頭而已耶這邊 加負重嗎你 他的 他的血量只是他的零頭而已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1234567 7顆星的沒有錯但是 最高的是到9顆星 所以7顆星可能也並不算是一個非常高的地方吧 好但是我們可以繼續的再來看一下喔 我如果說要他去打這隻翼龍的話呢能這樣子做嗎 但是我要對得準才行喔 吹了我吹了我吹了他應該會過來打沒錯 腫頭龍我吹到的是腫頭龍嗎不對是五齒翼龍沒有錯 哇塞他過去咬一下40等的五齒翼龍就掛掉了 我的三角龍好像連撞三下吧那個五齒翼龍好像都死不了的 不知道是要撞幾下才能死喔 但是我的三角龍 在他飛走之前都打不死就對了 打不死那個五齒翼龍三角龍的話 所以三角龍的攻擊力呢 還是輸這個風神翼龍輸非常多啊 果然是 這個 那個那個等星星壓制對不對 他已經升級了耶 哇他升級了耶等一下先下來看一下 看加一下他的這個傷害好了 把他的傷害加上去 應該是蠻可怕的這樣子 所以我又要跳起來點他了 因為他好像不怎麼想要掉那個停下來的樣子 所以傷害加一下會加多少%呢 104 喔我就加1.8而已 只加1.8%好像真的沒有很多耶 會不會加血量可能會好一點呢 所以像現在雖然我自己好像很弱對不對 但是有風神翼龍在的話 我應該就不會太弱了 我至少可以叫他去攻擊 對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就算停下來 之前我還蠻怕的那個血緣狼什麼的 就叫風神翼龍去打就可以了 哇風神翼龍真的好帥喔 看到沒有看到沒有 我被打了 剛剛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我就被打了 但是我的風神翼龍就要去打他 我的風神翼龍好像打不到他 我的風神翼龍打不到他耶 哇原來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喔 但是他走了 他走了耶 他去打他了 喔一下咬不死 果然這個冰原狼還是可怕的 但是冰原狼正在逃跑 兩下還沒咬死 第三下 哇咬不死耶 喂風神翼龍你行不行啊 風神翼龍你到底行不行 風神翼龍你不要跑到水裡面去然後 打到那很可怕的家伙就行了好不好 風神翼龍應該是把他幹掉了吧 風神翼龍其實沒掉多少血耶 果然血量還是算很高的 但是風神翼龍 喔不對了是這隻狼遊遠了 他游泳遊走了 那我們還是趕緊離開好了 我感覺 只要不是我自己操控的話 這些龍都好危險喔 很好看到了我們一根超長的地標 這隻是怎樣 這隻福分怎麼會掉 是掉了血嗎應該不是 他只是眼睛比較可怕一點而已喔 那現在我不太想要去弄一些這個水中的生物喔 因為 在水的話我感覺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所以水中的生物我都不太想要去弄了 在這遊戲裡面我感覺 就算你靠近岸邊 但是那個很可怕的家伙還是直接會衝過來打你喔 那這樣的話就變成說 你馴服的水中生物你就是一定要把他變成那個寶貝球帶在身上的這樣子 感覺就 不是很好喔 他到底要不要停下來 他現在已經沒有 我已經沒叫他跟著我了所以 我真的好大隻喔 所以真的是一隻比一隻還要大隻有沒有 上一次呢 上一次弄了一個這個 弄了一個牛龍然後感覺還蠻大隻的有沒有 風神翼龍一來 他就沒得看啦有沒有 他問題是他真的不用休息了就是了啦 他就一直飛耶 他完全不休息的 那這個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個風神翼龍呢 我們還是來做一個追蹤子彈出來吧 把風神翼龍的身上呢就弄了這麼一個追蹤子彈給他 然後剩下多的這個銅墊先放回去 但是他這麼高我要怎麼把它放上去啊 喔對了 我再試一次能不能 能不能站到他的背上這樣子 這一次呢是已經馴服的我看看能不能 我好像每次都是從類似有一點從右邊跳下來吧 欸可以 事實上是可以跳到他的背上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啊 所以野生的應該也一樣可以才對啊 那這邊的話我要把它裝哪裡啊 裝到腦門上嗎 我應該怎麼裝才對啊 隨便點 行不行啊 他就這樣子丟到他的身體裡面去了 行不行啊 可以耶 那這樣子的話我再去找一隻好了 我再去找一隻風神翼龍 然後我看看 能不能跳得夠好然後直接可以跳到那一隻野生的風神翼龍的背上這樣子 各位我又找到了一隻風神翼龍啦 是的 等級14很好 於是乎呢 我們要可能要稍微飛到他前面一點 然後他會飛到我這邊來對吧 然後呢 等到算準時機我們往下跳太危險了 哇他飛的真的好快啊 欸我可以卡住他耶 喔我卡住他就行了對不對 我卡住 啊我可以先卡住他對吧 喔對對對我卡住他然後 哎呀 他不能我這個不能倒車就比較麻煩一點 各位我又在這附近呢 又是這裡的附近找到了這麼一隻風神翼龍啦 我看能不能把他固定住 把他給固定住就對了 可以吧卡住 不行卡不住嗎卡住了 可以稍微擋住他一下耶 喔完全擋住了 這麼簡單啊 所以只要能夠把他給擋住的話 打他呢 他會不會打我啊 我被他咬一下他就掛了吧 喔可以打他 但是他馬上就準備要逃跑了是不是 但是他頭一直在往回看耶 好他放慢速度了 他已經逃跑到不想逃了所以把他固定住我看能不能 這一次 成功的把 自己弄到他的背上去 背上 啊我結果 被自己的翼龍給擋住了 太蠢了吧 所以可能要像這樣子固定住 像這樣固定住 然後再設法 跳一下 背上 不行 好的 所以這一隻呢就是我巡服的那隻風神翼龍 那我的話 感覺上來要把那個什麼 呃要在空中的然後停留到他的背上也許不是不可能的但是真的是還蠻困難的喔 非常容易失敗啊應該說 成功的機會本來就是非常的小所以說 最好還是不要那麼嘗試會比較好一點喔就像以前的方舟一樣把蠍子給抱上去用蠍子去攻擊他 應該是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吧 好所以讓我再試一下看看能不能從這邊直接跳他的背上 站著可以的 還可以在他的背上跑跑跳跳了 所以 野生的我相信應該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一集方塊方舟 終於是弄到了一隻風神翼龍了雖然現在還騎不了他喔不過呢只要有 翼龍在的話然後把他給帶出去叫他去打怪就可以了可是還是相當危險的感覺喔所以 應該還是設法趕快把自己的等級提升上去之後呢 可以做到他的安慧比較好 感謝大家收看了如果你們喜歡這個系列 並且希望這個系列能夠繼續下去的話呢不要忘記幫我點下一個喜歡喔 那我們下一回再見啦 大家拜拜 拜拜